全身都有幹勁了呢 仔細想一想 呃...用那個球棒做Juggling 是不是真的太難了呢? 沒問題! 我只要有小優的愛 沒有什麼是不行的! 不過我真的覺得 這個粉紅的歐...歐拜真是大到不行欸 你們不覺得嗎? 這粉紅的歐拜簡直超大的 而且還是緊身褲 還是... 而且還是緊身褲呢 哈斯哈斯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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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緊身褲 根本good的 不能放大 太可惜了 這粉紅的歐拜真是不科學 哪來的根據啊? 用愛拯救地球 Let's challenge 等等等等等等 啊...一下子就五個 一下子就五個 你會不會太難了啊? 可以可以的啦 嘿呀嘿呀嘿呀 你看吧 不行吧 pirates OK 好痛好痛 沒事欸沒事吧 是不是打到頭了啊? 所以我就跟你說嘛 太危險了 小心點 下次不准這樣亂來 知道嗎?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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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要等十分鐘幹什麼啦 你們是有什麼毛病啊 真的很擔心呢 唉雖然沒什麼大傷 不過她這種沒根據的自信也讓人覺得很不妙呢 考慮到球棒還會摔下來 啊真的危險 那麼至少從四個開始練習吧 為什麼有人會一開始想挑戰四個呢 打沒?不行 這樣趕不上啦 你要說這種台詞也等你能夠好好用球棒之後再說吧 不然你家頭被打爆就不妙了 首先先用兩根棒棒吧 兩根球棒 不過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應該先用手套或是球開始吧 不過現在已經沒時間了 雖然球棒很貴 Hotoru Hotoru是什麼 Akaiketo 雖然難度有點高但是我相信楊佳的運動神經 來吧沒時間了快點 來小優看著我吧 我們沒有穿著頭部 只穿了娃娃裝 但是也沒辦法好好的動 那就是改良過了 來吧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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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剛剛我說啦 我可能沒想什麼瑟瑟的事喔 第一次就要玩娃娃中play 真是太大膽了 欸 你這是哪來的超級跳躍想法啊 而且是野外 還是大白天 小優你居然是這方面的狂熱者 雖然 雖然還可以就是了 你馬上就把我當變態啊 雖然小優想什麼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也是女孩子 還是個戀愛的少女 所以第一次想要那個浪漫一點 那你之後就都好啦 成為小優的新娘要做什麼都行 欸瑞莉安 你快點恢復正常吧 我是普通人 我沒有什麼奇怪的興趣跟嗜好 欸 可是你那個念書抽屜裡面藏的那個隱藏的小本子呢 我不等在說什麼啦 我看我今天回家之後 還是把那些書的地方換個位置好了 總之現在先好好練習吧 總之先別丟太高 啊 就一般的丟吧 知道啦 這次會努力的 很擔心 過了幾個小時 那特訓平安無事前進了 倒不如說很厲害呢 真不愧是楊家 這麼短的時間已經可以丟三個人了 那不過這當然是指她集中力 集中力保持集中力的時候啦 氣力放進之後就 哎呀哎呀哎呀 唉 如果我們看到的就會失敗了 阿瑞卡 今天就到這吧 但是 還沒下山喔 嗯 沒關 雖然這麼說 這裡是公共場所 那 指著公園的一角 還有幾個小孩子 看著楊家在練習 大概是 平常用這些公園的小孩吧 啊對啦 啊對啦 我們也算是新來的 就是這樣 那我們練習的空間就到今天為止日子吧 但是 但是 想說再一點點就可以抓住什麼了 啊 別 就是說 別 別動拼命了 會把身體弄壞的 那 休息了一下 楊家全身是汗 我就拿著毛巾沾了沾冷水 給他擦擦汗 來 換衣服之前 先擦擦吧 小優真是溫柔呢 好像要上天國了 放心吧 那種時候我會帶著小優一起 我實在不知道你說什麼東西沒問題耶 總之就是 給他擦了擦吧 來吧 換衣服回來 換回來吧 嗯 優君也穿著 嗯 小優幫我換 你在說什麼蠢話啊 快點 我幫你 看著門口 哦 本気就去了 我是說真的 別說多餘的話了 啊 在 送楊家進去之後 我在廁所前面等著 就是看著那些小孩在各地玩 嗯 有幾個人 有幾個小孩靠過來 有幾個人 有幾個小孩靠過來 那是什麼 剛剛那是那個 丟棒棒的特訓啊 夾咕咕咕咕咕 嘛 要說的話就是丟棒棒啊 兩隻手拿著一堆棒子丟來丟去 不掉下來 那不可能的啦 棒子一隻就不行了 那不可能的啦 棒子一隻就不行了 媽媽 那個姊姊可是可以的喔 但是失敗很多呢 真的可以嗎 但是失敗很多呢 真的可以嗎 這才是第一天嘛 不管是誰都有新手的時候啦 安安 但是那個姊姊這很厲害的人喔 一個禮拜後一定會讓你們兩個嚇一跳 哦 明天也會在這練習嗎 明天也會在這練習嗎 大概吧 那可以的話幫我們加油吧 真的可以嗎 那 那就是說小孩子就去別的會計別的隊伍了 真懷念呢 哇 遇到那些鄉土園的會員們的時候 一開始先是楊家 之後是部長 最後過了一陣子才是左右裡 那就跟現在這些小孩子們玩一樣 不過 我們啊 是四個人一組 因為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就變得很好了 就再也沒有考慮過跟別人一起玩了 雖然班上的人們都跟我說老是跟女生一起玩 但是我一點都不在意喔 那個時候的目標啊 是成為守護他們三個女孩子的男人 那 有他們三個在 我也很開心 我一直在他們附近守著他們 我不要跟大家一起玩 我不要其他的女人 女孩啦 應該是女人 唉 那個時候還這樣想呢 阿 辛苦你啦 已經累了是吧 送你回家吧 話說回來要不要去哪呢 那 學員記的預算也不用客氣 用一下吧 小優 嗯 怎麼了 在你年齡一半以下的小女孩也是你的手臂範圍嗎 欸 你對那些小孩子起什麼對抗心啊 等一下 也 等一下 你剛說也 我是不是聽到了什麼奇怪的事情 拜託 我想要挑戰困難喔 話說回來這不是一招一招就可以的呢 萬一受傷就不好了 如果有康浮術 如果有康浮術 雖然自己這麼說會努力 但是 如果有康浮術 康浮術技是什麼啊 如果有康浮術技的話 可能會更有困有動靜呢 啊 吃麻利 也就是 喔 應該是那個就是催化技 希望有獎賞 個獎賞嗎 不行嗎 嗯 不是不行啦 不過我只是打雜的 幫不上什麼用場 那麼那麼有什麼呢 啊 話說歡迎第一希望的是 小優的一一輩子獨戰權 不行 欸 明明這麼簡單的說 不不不 怎麼想都很難吧 沒有啊 沒那麼難啊 你仔細想喔 我去小優的家 嗯 我去小優的房間 嗯 我把房間上鎖 欸 我把小優的兩隻手跟兩隻腳都用手銬靠住 再把你綁在床上 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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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喜可賀給你個毛啊 你略過太多東西了吧 我覺得你一點都不這樣在開玩笑的 怎麼辦 小優你這笨蛋 愛的結晶是需要時間的呢 你這不是傑做計成事實了嗎 小氣鬼 而且你不要算是決定我的一生好嗎 那麼做到什麼程度可以呢 吃飯啦或者是去遊樂園玩啊 這樣子的吧 那還要再追加 那還要再追加 不行 蛤 這樣就沒獎勵囉 知道就好了 總之就是這樣啦 哇 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你就想想看想要什麼吧 嗯 我會想到一個很棒的獎勵的 剛剛說囉 不是什麼都行喔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嘛 真是的 他還要夠成功報仇 嘛 反正有精神就好了 有精神就好了 跟小優一起 跟小優一直 跟小優一個人 沒問題嗎 沒問題嗎 他本來就很多毛病 會知道他有很多毛病了 不要 欸吧 喔靠 他拿的是球棒 他做什麼啊 現在想想 能夠跟楊楊家兩個人和好 簡直一起 就是相處愉快 真是奇蹟呢 那種瘋狂的個個性 還有一直拿著球棒 發生什麼事就是敲人 那我為了要跟他 就是 就是跟他做好朋友 也 挫折了好幾次呢 別過來 而且啊 要跟就是說 就是 就是他一直在練習揮球棒 但是身為男人的我想要保護他 就是抱著某種使命感吧 走開走開 啊 除了這些挑戰與挫折 每天都不斷的努力著 但是楊家也從來沒換過地方 每天都會在同一個時間來這邊揍我 來敲我 最初是全力攻擊 那麼之後呢 他敲的力量就越來越弱了 那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再也沒敲了 為什麼不回擊呢 因為我想跟你說話啊 那 要普通的說話嘛 那 那麼 說說名字吧 那是不是住在附近呢 沒有 欸 is 那 怎麼樣 喔 他說不想讓爸爸敲他 我什麼壞事都沒做啊 媽媽也是一樣 好 他就被家暴了 男人們大家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要變強 我要保護媽媽 男人們都是嫌 大家都是嫌 大家都是嫌 最討厭男人了 大家都是那樣 最討厭了 別過來 別過來 之後我才知道 楊佳是被爸爸虐待過的 媽媽也一樣 是被家被家暴的 也沒辦法保護女兒 所以呢 結果楊佳就得了男性恐懼症 這跟同不同年或是年齡小都沒關係 只是看到男人身體就動不了了 後來 雙親離婚 就跟媽媽一起搬到這個街 這樣了 所以說 他為了守護自己 還要為了守護媽媽 身上才帶著 武器 走開走開啦 我最討厭男人了 等等等等 欸 聽我說話 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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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一點都不痛 但是就讓他也不是認真敲的 所以我才覺得不能逃 要讓他相信我 為了要守護他 為了要讓那個人 那就是值得成為讓那個人能夠誇獎的男人 俺は大丈夫だから 我沒事的 並不是所有人都是恐怖的喔 雖然在我附近也有會欺負人的人 但是也有溫柔的人呢 だから大丈夫だよ 沒事的 那你的附近啊 一定會 也有那些溫柔的人喔 對不起 在裡面大哭的楊佳 那就是 那之後就一直道歉 那我就說都沒關係 這知道了 就是帶著他 牽著他的手啊 那帶他回家就沒哭了 然後帶回去了 但是從那天開始啊 就慢慢越來越好了呢 那楊佳的男性討厭症也慢慢好了點 對 反正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樣就變成青梅竹馬了 那 所以說在目前的後宮裡面 他是陪 陪伴最長的那個人了 那特訓的催化技 要給他什麼獎勵呢 要給他什麼獎勵呢 那如果跟他約好了 可能有什麼效果吧 不過雖然他運動程度再怎麼好 一個禮拜要做成那個 練好那個也太難了吧 至少先讓他維持住他的動力吧 那 今天是休息日 不過楊佳在休息日也會特訓的 我當然也會陪他囉 在我家等他不好意思 就是說 所以就在房間 就是在辦公室等他了 對了 我想問你們一件事 有事嗎 有事嗎 為什麼你們兩個人在這個 在這個地方呢 啊 對啊 先 就是說 這個部市裡面有部長跟左右裡 左右裡 連左右裡在那兩個人都在也太奇怪了 因為今天放假啊 這不是理由吧 嗯 嗯 你什麼都不說的臉 反而讓覺得滿麻煩的 啊 因為優爺你在這裡 等等等等 不過說實在的 部長你為什麼會來啊 你平常都不是睡到中午嗎 因為到了家裡面 結果發現誰都不在 欸等一下 我不是把家裡上鎖了嗎 我們有備份鑰匙啊 啊 是嗎 對齁 啊我之前給過你們大家 備份鑰匙齁 優爺真是健忘鬼呢 確定嗎 主角你真的確定 你有給過他們備份鑰匙嗎 我總覺得你是在自圓其說啊 這個 這個小 小迷糊鬼 抱歉啊 啊剛剛起床 腦袋還不是很清楚 你沒有給過他們備份鑰匙 你別被騙了 快住手 快換鎖吧 啊 我都忘記有給過他們備份鑰匙的事情了 啊 早上起來還想再睡一下呢 嗯 不過現在這個玄機的事情 不對不對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沒給過你們什麼備份鑰匙吧 哎呀 被發現了嗎 欸嘿 作戰失敗 失敗個毛啊 你到底是怎麼進我家的啊 啊 欸 Viking Viking 我不知道這是 我不知道這是 開鎖或是潛入 是基本技能呢 那是犯罪吧 有耶啊 做備份鑰匙是很簡單的喔 你別這麼說恐怖的話好嗎 用個黏土塞進去做出一個形狀 用個黏土塞進去做出一個形狀 這樣就沒問題啦 拜託你們 你別說的那麼具體好不 現在也 現在雖然有錢 要不要換個鑰匙呢 從早上開始就累死我 睡不夠吧 我完全醒來了 奇怪 楊佳不在嗎 今天不是說要特訓嗎 奇怪了 怎麼了嗎 搞錯什麼了嗎 獎勵 楊佳好羨慕楊佳呢 如果他揭露會成功的話 就有獎勵了呢 在我一個人默默默目找資料的時候 你們居然已經說到那樣的話了 在我一個人做料理的時候 你們就說到那邊去了呢 豬油里你的眼神死了 太羨慕了 你們居然這麼快就知道了 這個我跟他約好才沒經過幾天吧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了呢 等等 難道楊家說那件事的時候 他們兩個看到了嗎 可是他們兩個不在才對呀 那是怎麼回事呢 女孩子的肉體勞動 那是怎麼回事呢 女孩子的肉體勞動 比較有價值 創作料理還有找資料 誰都會是吧 不不我沒這麼說啊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難道說比起我來講 楊家更加重要囉 明明這麼認真 明明我這次這麼認真了 呃 為了優也這麼努力 一次都沒來看 就是忍耐著 結果你卻給楊家獎勵 啊 我不行啦 我要睡到晚上啦 啊 啊 部長好像爛掉了一樣 攤在桌子上 一點一點鬥志都沒了 饒了我吧 部長你別開玩笑了好嗎 我不行了 我已經動不了了 啊 左右裡你也說什麼吧 呃 我我不是特別對楊家好啊 你也是這樣嗎 而且真的不妙呢 兩個人心情都不好了 嗯 楊家提案是沒錯啦 但是不跟他們兩個說點什麼的話就不妙了 嗯 啊 我當然會全面支援囉 你們兩個人也會有獎勵的 你說真的嗎 當然囉 啊 當然不是只有楊家 說謊的話要吞一千根針喔 我是說真的喔 這是真的喔 啊 他說 他說那個就拿針刺 你們兩個人一點臉根本沒笑啊 啊 他們兩個人說這種時候真可怕 我當然沒忘啦 啊 真的沒忘沒忘 啊 所以說啊 如果你有什麼想希望的就說吧 那個 你們兩個人是不是忘了 嗯 說了呢 正直則會有好處的 啊 這真的有點可怕呢 就是激怒了這個鄉土園的後宮們 那真的很恐怖 喔 本來是想念念你的 不過考慮到馬上就要展示會了 就原諒你吧 是嗎 謝謝 啊對了 那獎勵的事情呢 啊 現場的嗎 需要 需要 一定要 啊 也是呢 不管哪邊的點 不管哪邊的那個 就是 選項都很恐怖 就是點 就是點那個獎勵 我已經有覺悟了 我從早上開始就累死了 我從早上開始就累死了 什麼 居然從早上開始就 喂 別說奇怪的話啦 這種天氣最適合睡回龍覺了 喂 你別拿 別拿我的上衣當那個 當那個 毛毯好嗎 有奇怪的味道 這是汗啦 汗 你臉紅什麼啦 充滿汗的上衣很棒嗎 左右你 你別誤會好嗎 有這種怪 有這種怪癖呢 有這種屁好 那麼今天呢 社團活動 就改一下預定吧 啊 就來找看部長的資料 那 還有這些料理的事情 那 就是打發點時間 啊 就是說 我就打出手機 啊 跟楊佳說改一下時間囉 之後也借我一下吧 隨便你吧 就說把主角 就說把 就說主角把 借給他一下 啊 終於搞定了 現在啊 他們兩個人大概在房間裡面想著要什麼獎勵吧 那 不過 他們會不會說要拿我的印章呢 或是採取我的體液之類呢 嗯 這樣子就 還是拒絕他們吧 唉 再陪他們下去 他們兩個人一直妄想 我消耗我的精神力 那 總之就找機會溜出來吧 啊 對了 別 別遲到 就是說 跟楊佳說剛剛被他們兩個人綁住了 就去了那邊 那 哇 好厲害 嗯 那個聲音是 喔喔好可愛喔 會動來動去耶 球棒在天空飛來飛去呢 手上好像不只兩個球棒 超厲害的 欸 難道說那是 在等著我的公園內一陣一陣一陣熱鬧 仔細一看 那有個穿著娃娃裝的人在丟球棒 周圍繞了一堆小孩 哇 而且而且還有很多歡呼聲呢 哇 哇 球棒又增加了 好厲害 手只有兩個 球棒有四個 這傢伙什麼時候這麼厲害了 大概是在公園以外的地方練習吧 我覺得他鐵令一個晚上都沒睡覺 真是可怕的傢伙 啊 就是說 在 巧孩子面前可不能失敗呢 目標是五個 那而且好像要進入正題了 有點緊張呢 然後 啊 他在天空中的 飛在天空中的球棒全部接起來 然後 擺了一個華麗的結束動作 啊 就像部長說的一樣 基本上以原為主 非常成功 喔喔喔喔喔 才不過練習了幾天 居然能夠 能夠做到 做到結束 這還是第一次呢 我太感動了 那些小小孩子們也很訝異 帥呆了 欸教我教我 教我怎麼丟這麼多球棒的 啊 太卑鄙了 是我先講的吧 啊小 楊家果然就是 就是 就是說 這些他們都很積極啦 就是沒自己出場的餘地 但是因為 但是他沒有出生 啊 因為現在還沒有決定 娃娃的設定 名字都還沒決定的話 不能說話 啊 只能轉轉頭而已 好啦各位可以讓開了吧 叔叔 誰 叔叔你是誰 叔叔 居然被這些小學生叫叔叔 我有那麼老嗎 啊那個啊 那個那個 那個傢伙是我的朋友 我有些事跟他們說 可以把他帶走嗎 欸 欸 他們很討厭我的 好啦 再來到公園還會見面的 今天就借給我吧 怎麼辦 我還想再看一次的說 啊 就說 但是楊家他在那邊點點頭 啊 看了看這邊 那似乎說好像沒問題的樣子 好 好啦 這次就放過你吧 如果你欺負他 就不原諒你 狗狗先生再見囉 明天見 那麼 他們就跑 走掉了 那 確認大家都走了之後 我們就 靠就是 就是 就休息一下 啊 累死了 我也是 我也是 哪羅呢 也是呢 對了 你要把頭拖下來呢 但是恐怕還有其他小孩會來呢 不能破壞小孩子的夢想吧 嗯 不過 你帶的頭 夏天會太熱吧 嗯 小優這麼說的話就 嗯 嗯 嗯 啊 啊 啊